嗨 大家好 真道理性 真愛台灣 愛台灣的 就要讓台灣人的理智 記錄更好 我的生活單純 我是宅男 出門的 我只看電影而已 你們愛看我來看 有劇情的就愛看 可能有啊 我感覺那些都在騙人的 只好漂亮而已 穿得不好 我這次怕你來 很多人叫我都不要來 你可以來什麼 但是呢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我主要來就是要捍衛 我們中間新聞人 就是他們的尊嚴 跟他們的生存的權利 以我的個性當然會去 那時候我的律師同仁 大家都建議說我不要去 意思是說我會去公審 我想想的我也要去 如果真的事情有到這麼嚴重 因為我本來以為是公聽會 後來才知道是什麼聽證會 聽證會就是 不是要你死還是死 這樣就對了 所以那個時候 我想想要去 如果他真的 有這個意思要對我們 非常不利的話 我會至少說 讓我們中天新聞人 他們的尊嚴 因為我們這些新聞人員 很多人也是我們 去蛙腳過來的 如果他們在別的家 沒有做到那麼差 來我這裡 中天就做得 要去幫你整台 他們出去人會認為說 你就做惡禮的新聞 所以去給我整條 我認為我去的話 如果你認為我 我生活有問題 是因為我的問題的話 就乾脆針對我就好了 中天代理人希望能夠詢問 鑑定人如何做出鑑定報告 但鏡頭往左攀 長桌居然出現了空缺 如果說今天他沒有辦法 能夠接受這個 帶人對他的詢問的話 那今天他的鑑定報告 又是當場才給的 我們可以想像 大家都是教授 這樣的一個程序 會符合一個 正當法律程序的 基本原則嗎 如果要我講 沒有公費 鑑定人一出來就是 一直說你賣賣賣 哪裡賣 我們一點反駁的餘地都沒有 跟八年前 我去那個 那個壽司公廳會 也是幾個人上去罵一罵 罵一罵就屁股 罵一罵就走 但是這一次是聽證會 你罵一罵就走 一點機會 都不會讓我們反駁一下 我們來解釋一下都沒有 這樣跟公平 如果你有看當天的 那個全程錄影 實況轉播 那些評鑑人 批評我們的話 他是拿來 馬上從裡面找問題 不是事先幾天前 就給我們這個資料 沒有 然後我們那個律師 真的不錯 他就馬上去找 這些怎麼解釋 就馬上要回問他們 回答他們 但是後來呢 他們 收到個紙條 就 就不講了 就大家都是什麼 要用書面往來 這個我搞不清楚了 我看今天有一些鑑定人 是不是已經提早離開了 因為我有一些問題 想要詢問鑑定人 我之後再用書面回答 謝謝 既然擔任鑑定人 又無法現場回答 中天代表律師的提問 現場畫面還捕捉到 中天代表律師詢問 輔答新傳系副教授陳順孝 現場負責倒水人員 卻突然遞出一張黃色便條紙 陳順孝看了一眼 點了點頭便不再答話 有興趣的都可以看那個轉播看看 我來講不公平 當然我會講不公平 大家來看 我想你們的看法 不然我現在好像挨了挨去了 台灣民意基金會也針對NCC的獨立性 做民意調查 社會觀感下結果很有意思 相信NCC是獨立機關的只有2乘1 不相信NCC的高達6乘7差距之大 一開始有這個風聲 到現在來說 讓我很多事情都有的感動 有一些人也是以前 以前大家想法不一樣的 但是大家為了台灣的未來 我們中華民國的未來 其實大家都有拿出來 用心在說事情 非常感動 非常感謝他們 大家應該對中華民國的未來 還有一些希望 如果有這個機會 我也可以當民 給大家這個意見 大家不一樣的人 我給大家洗一下 謝謝 假如你有從頭看到我的話 你喜歡我的話 就按讚 這樣我才剛才說 不然我都會帶著帶著 會緊張 因為我小民心 民陪補 跟你們說 你們不知道要相信嗎 拜託你們把我訓練 我民陪補夠的 我都用氣憂 吃貴 謝謝